东风风神把马赫动力升级为马赫双型了 全新的中型SUV号级即将于第三季度正式上市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 去年东风风神推出了马赫动力加持的翼旋MAX和AX7 那今年马赫动力最核心的车型就是我身边的这一台号级了 其实我去年的时候就很想劝AX7一个中文的名字 没想到这个愿望今年终于实现了 现在越来越多的车型不再采用字母加数字的启名方式了 我觉得这也是近年来一个文化自信的表现 后期这台车的外观 乍一看我觉得有点像AX7马赫版和蓝图Frey的混合体 它的整体前列轮廓仍然采用的是最新的家族化设计 但是超大的前进气格山从点阵式改成了直布式的样式 这也是精准的察觉到了目前流行风上的变化 它的前大灯组采用的是分体式设计 LED的日行灯变得更加狭场 中间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灯带相连 侧面来看浩吉的轴距是2825毫米 和我之前刚刚试驾过的比亚迪堂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台车的主推板车型 它采用的是一个双色车身悬浮式车顶的设计 并且拥有熏黑的轮骨以及很多熏黑的装饰条 我觉得这也可以看出东风风神走年轻化运动化路线的决心 车尾部分浩吉采用的是贯穿式的LED尾端 同时拥有顶部的扰流板以及双边共两处的排气口 整体而言我认为非常符合主流大众的审美 下面我们密集到车内来看一下 浩吉这台车内饰一共有黑色和蓝白双皮 两种内饰配色可以选择 并且它的内饰大面积的采用了软性材质的包裹 环抱式的中控台采用的是偏向驾驶席的设计 同时它贯穿式的空调出风口也是它内饰的一大特色 另外它仪表中控双凉屏的设计也让它的内饰看起来更有科技感 这台车的车机是内置了Windlink OS的车机系统 它是内置了一些常用的APP 同时支持语音识别的功能 它的语音识别功能是可以区分主副驾驶来识别的 车机的核心亮点是支持AR10型导航 以及540度的全景影响 蔚蓝也可以通过风载升级来实现遥控驳车的功能 套急这台车采用的是五座版的座椅布局 它前排的两个座椅都是标配电动调节的功能 同时它还拥有和蔚蓝ES8一样的女王副驾 它的腿拖最大调节角度是83度 靠背的最大调节角度是128度 这样在长途旅行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到一个非常舒适的坐姿 而且也方便大家开车换手的时候休息 套急这台车的后排乘球空间 我的感觉还是非常宽敞的 它的地板也是纯平的效果 它的座椅靠背也是有多档可以调节 大家可以选择一个自己觉得舒适的坐姿 在不牺牲腿部空间的情况下 后排的坐垫长度和前排是一致的并没有减少 这样也保证了后排乘坐的乘坐舒适性 以及它的腿部支撑性 另外坐在后排也可以享受到 这个超大的全景天窗带来的通透光景 今天我们实态的这台车采用的是电动尾门 另外在顶配版的身上 它还拥有AR的感应尾门 在第二台座椅放倒以后 它的后卫箱可以形成一个层屏的空间 它的最大近身可以超过2米 现在我们开数据测试一下 炮吉这台车是东风DSMA超级架构家的首款SOV 也是搭载马赫双层动力的首款车型 新车有燃油板和混动板两种动力总成可选 今天我们实测了这台是MHD500T混动版的车型 这台车的动力总成采用1.5T涡轮增压发动机 配备电动机 它的综合输出功率是180千瓦 综合扭矩540牛米 刚才我也试驾了一下这台车型 有两个最大的试驾感受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这台车起步的时候 它的动力介入真的是非常的积极 第二个就是它变速箱的换挡 真的是非常的平顺 我觉得这也是在燃油经济性的考量之外 大家选择混动版车型最核心的原因 这台车的油门台版比较轻盈 动力一踩就有 加速表现真的是非常的丝滑 我觉得这台车应付我们日常城市道路驾驶 真的是确处有余 这台车因为是混动版的车型 所以它一共有五种驱动模式 在起步和低速的情况下 它采用的是纯电模式 或者说发动机和电机串联的模式 来最大程度的保证我们动力输出的线性效果 以及燃油经济性 在车速6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 系统会采用发动机和电动机并联的驱动模式 这样系统会智能的根据你的驾驶情况和路况 来实时的调节动力分配 最大限度的保证燃油经济性和动力输出的平衡 在高速巡航的状态下 系统会采用发动机直驱的驱动模式 来最大程度的提供动力储备 不过这台车我觉得你在高速驾驶的时候 如果你还需要像并线超车这样极加速的需求 我建议还是提前一两秒来做准备 给发动机一个反应的时间 在你收油门或者踩下制动踏板的时候 车辆就会进入能量回收模式了 它会尽可能的来进行能量回收 来增强我们整体的续航历程 后期这台车一共有三种驾驶模式 分别是经济运动和自定义 在自定义模式下呢 有八档的动力输出档位可以挑截 如果说你挑到一档呢 它就是强节油模式了 你会感觉到那种动力输出明显的迟滞 如果说你挑了八档呢 你就会感觉到它的动力响应 真的是会变得非常的灵敏 如果说你不知道你自己会适合 哪样的动力输出模式呢 其实它还提供了一个智能动力模式 你可以让系统去学习你平时的驾驶习惯 为你推荐一个合适的动力输出档位 底盘方面好奇这台车的悬挂调教 我觉得还是偏舒适的家用的属性 对于车内的乘客而言非常友好 不过在中低速驾驶的情况下 它的底盘支撑性我觉得表现还是不错的 在预见路面颠簸的时候呢 也不会有多余的回弹 但是在高速过弯的情况下呢 你仍然还是会感觉到车身会有一些侧倾 整体而言呢 我认为这台车绝对是风神旗下 目前最好开的车没有之一 在NVH方面好奇这台车 在日常驾驶的时候 我觉得它车内静异性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 这台车和东方本田肯定是师储同盟 在你急加速的状态下 在发动我们这个小言会 给大家看看 在你急着死之前 在我被公子认为 在我被公子认为 说明日还能逃直的 就这样 对 Kens Và 来 我